对,对了,大家好,新入来的朋友大家好 正式开始 好了 我们再看看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再看一次,今天我们现在身处在法国巴黎的拉丁区 其实这个曼神殿最初是真的在好久之前是真的一个教堂来的 但到了后来变成共和国之后呢 就希望去宗教化这个国家 于是自此之后呢 就反而利用这个这么宏伟的建筑 就向他们国家这个法国里面的思想上的巨人 伟人是致敬的 那我们中几个大家都耳熟能长的伟人 就包括了有余果 这个写这个孤星类的作家 然后还有很有名的另外一个思想家 就是伏尔泰 伏尔泰 伏尔泰 除了伏尔泰之后呢 就还有 劳梭 就是这个法国思想家 劳梭提出这个三权分立 还有这个就是启迪了后来呢 美国宪法的整个基础 六百年社工学运的核心地段呢 就是现在我们身处在拉丁区 而这个学运的核心中的核心呢 就是核心的内围 就不是核心的外围啦 或者是核心的内围的外围的 暂时这里是 但是不要紧要在这个朔邦大学 一切就是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源头 就是这个朔邦大学开始 这个朔邦大学的法学员呢 是当时其中一个 发生学运的重要的建筑物 那我边走边港啦 因为我们现在就出发着 去另一个学运或者 对拉丁区来说 另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 观众呢 各位室友一边欣赏这个 巴黎的美丽街头 和美丽的人之余呢 我就再补充回 刚才我说的东西的 就是因为万神殿里面 住了一个 不是住了 就是葬了一个 很出名的一个政治 一个思想家 叫做劳梭啦 那可能大家都听过的 那劳梭有什么那么重要呢 其中一个重要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源头来的 后来一个民主或者政治 哲学上面 所谓契约论的 很重要的思想来源 那现在我们看到呢 这里呢 其实大家很旧的 我们先拍一下 我们摄影师黎洛 拍一下现在 拍一下现在发生什么事 是的 那这里呢 其实呢 就是朔邦大学呢 其中一个建筑 那现在你看到这个 非常之旧的 是刻意做到这样的 因为这个建筑呢 其实呢 现在你看到就会贴了很多 poster啦 很多海报啦 原因呢就是呢 其实这里呢 是开放给所有学生 是将贴他们的海报的 但是现在就什么海报都有啦 但是其实中间有些海报 是很特别的 那呢 例如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了 有一些 我们拍一下 这些是什么海报 专闻指一指他 这 如果大家认得出这些标志 都大约猜到 他是什么立场 或者是做些什么的 例如这些字 这样 那这些 就是这个共产党的党徽 那我估这些就是 比较左翼的学生贴的一些poster 我估 是的 好啊 那这些全部都是 所以这里呢 除了有张贴一些 呃 比较休闲啊 的poster 譬如好像这个 我们一起约他踩单车 那样啦 之外呢 就还有很多其他 呃 可以说是政治 或者比较思想 政治上 激进的 一些宣传品的 是的 刚才不是见到一些 比较左翼一些的 譬如共产主义式的poster 但是很有趣的 最上面你看看 有没有人认得 各位女士啊 见到哪个 是的 这位 这里 右上角这个 左 左 那边都有的 是的 那这个如果大家 对政治啊 或者欧洲那些 时时比较 有认识呢 都应该认得出他是哪个的 就是 立航啊 就是这个 national fund的党主席 是不是应该是 是的 他不是啊 但是不要紧 最后一个重要人物就是 极右的 法国极右的党派 的这个 风云人物 那所以这里呢 看到是极左 到极右的 而通常呢 极右呢 就会是高高在上啦 而极左在地底里 就比较黏的比较低的 那些海报的摆位呢 就显示了 他们怎样自视的 就是 左派呢 就在地底里呢 与人民同在 是的 这个右派就比较是 前面呢 就做一个领袖 就是带领国民团结 是的 所以呢 现在就看到很多海报 但是呢 记住 当年呢 当年呢 这些海报呢 其实呢 比较更加混乱 那1968年的时候呢 等一下我们会说一下 学运是发生什么事的 但是呢 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 这些海报呢 其实小毛见大毛 当年呢 六百年的学运 是占领了整个 索邦大学 巴黎索邦大学 连这里呢 是所有政治宣传 和辩论的焦点来的 如果在清华的北达呢 这就是贴大字的地方 但是当年呢 就是贴满着呢 所有 对于当时的 时政的 宣传品 海报 甚至有些讨论在这里 我们开始慢慢 慢慢要 我们继续在这个出发的时候呢 就开始讲一下 讲一下 究竟呢 我们这个六百学运 具体来讲 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有六百学运 是什么的一回事呢 朱文 嗯 首先我们戴个头盔先 老实说 这些呢 都不算我们专业 也都不是很熟悉的 我们都是看过一下 一些影片 或者不同的介绍 那我们 尽量将我们所理解到 或者刚才避了课的东西 说回给大家听 那 六百学运是一场 怎样的运动呢 首先呢 就是 首先就是 由一个 索邦大学 在巴黎西北边的一个地区 我不懂读那个英文字 其实是说法文字 就是一间大学开始先的 就是一开始呢 就由 有1500个学生 和一些 左翼的团体 或者当时的私人 或者音乐家 占领了那间 大学的某个地方 那他们要求什么呢 是的 他们要求什么呢 其实最主要是几样东西 第一 就是当时的阶级社会 贫富懸殊 这些东西 因为当时是大高乐执政 二战之后 就很多 百费待兴 但又 经济好像很发展 但其实呢 那些穷的人 或者一些工人阶级的生活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保障 之类之类 又加上呢 那时候的大学的分定 由政府掌握了 所以呢 又会有些削減开支 各方面的问题 那其实这些都很耳熟能长 因为香港可能都在经历这些事情 那视乎那1500个学生 或者那些左翼的团体 就觉得不行了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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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抗 那样 就占领了某间课室 某个地方 那最后呢 大学呢 就报警 就围住了那个地方 那这些其实 如果经历过某些事件的 这些都很 很耳熟能长 其实都很typical 那视乎呢 但是那1500个呢 是顺利走得掉的 就是放回他们走 没有抓到他们 但后续呢 那时候呢 其实就是3月 后续呢 就很多争拗 大学和那个大学的学生 都很多争拗 最后呢 甚至大学呢 是shut down了整个 最后是shut down了整个大学的 由警察去占领了那间大学 那时候呢 到6月呢 这边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呢 就是索邦大学呢 就声援那边的学生 其实那边的学生呢 都是索邦来的 不过 巴黎的大学制度很复杂 我们就不解释那么多了 总之呢 其实两边都是索邦来的 不过在西北校区 这个就是巴黎市中心的校区 那这里的校区的人呢 就开始 英文叫做 show the solidarity to他们 就是要 表示呢 我们是与他同在的 就支持他们 那就搞很多 游行啦 抗议啦 最后甚至升级为呢 一种占领的行动 这样 那当然就是刚才那些 poster的地方 他们就开很多general assembly 去讨论他们的 运动的方向啊 之类之类 那就越演越烈啦 其实 很多社会运动 开头的源头可能很小 争取的很简单 但是因为过程之中呢 那个国家机器 和那个警察 使用暴力的程度呢 令到那些人越来越愤怒 那就越来越多 其他学校的人呢 去声援这里的学生 就变成 基本上就好像 刚刚年证帮我说 就是占领了所有街道 很多街道啊 大学的校园呢 基本上全部都是他们自主的 是一个变成一个自治区 这样的地方 那当然过程之中 就和很多警察 发生很多很多激烈的冲突 基本上这些横街折衡 我估啦 都是当年很多冲击事件 发生的地方 基本上他们疯狂地 和警察进行这个巷战的 那好了 那到当时的人 究竟有多么暴力呢 例如警察方面呢 当然是用催泪弹啦 当然是用警棍啦 当然是用警棍啦 我不知道那个人 有没有胡椒噴霧啦 水车好像没有的 等于就用警棍 用催泪弹 那 学生呢 是不是恶与和平的一场 学生运动呢 又未必是的 因为他们都使用了 很多暴力的 某个以上 就是他们 如果不说暴力一点 说一些轻强一点 来这些路 他们很出名 就拿了大学那些 那些设施啊 那些椅子啊 那些桌椅 你封住这条路 不让那些警察进入我们的大学 因为他认为大学是自主的 大学是属于我们学生的 而不是属于你警察 你这些强权 这些国家的 是无权进入我们这所大学的 这样 于是乎就进入了一种 占领的运动啦 这样 与此同时呢 这场运动有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特色的 就是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们之前曾经出现过一句口号 叫做 没有大台 只有群众 那呢 其实这场六八学运 或者这场五月风暴呢 其中一个很引人歌颂的点呢 就是他exactly呢 就是做到这样东西 就是基本上他是没有任何一个大台 没有任何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 或者学生组织呢 去做整合的 所有东西都是自发自主 自己找自己的决定 自己决定去做些什么 发些什么文宣 贴些什么poster 都是很自主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 只有群众的一场自发的运动 这样 那刚才我们都 不过我们一会儿就未必去啦 就是经过一些高中的高中 在这里巴黎的高中 那我们刚才听过语音导览 他都说 其实那些高中呢 自己都自发佔领了某些高中的 那最好笑就是 因为他们全部都自发自己 占领某些高中 各自好像群情洶涌 烟火四气那样 那些巴黎的警察呢 基本上这样都这样不懂的 因为可能有成几十所高中 那每所高中都被那些高中生 自发地占领了去声援这场运动 那基本上 巴黎的警察应接不下的 那所以基本上 那时候 整场学生运动 就变成一种这样的 遍地开花的状态 那同时另一点也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叫学运 但是与此同时 它也是一场工运 就是学运和工运 永远都是连结起来的 在历史上 那工运方面呢 后来的工人呢 因为当初 如果大家记得我一开始说的 就是去反抗一种资本主义的 那种制造的贫富懸殊 那所以对工人来说呢 都很appealing 很触动到他们关心的东西 那所以工人呢 后来都有加入这场运动 甚至是很重要的力量 那当年 当时呢 听闻呢是有 接近一千万 一千万的工人 全国 全国 发觉是罢工 占领他们自己的工厂 这样 那所以呢 其实很夸张的 接近可能四分一 或者全国人口这样的 数量的工人呢 竟然都去进行罢工 基本上是瘫痪了整个巴黎 或者甚至整个法国 一两个礼拜 那这场运动 大约就是这样的风起云涌 那 最后怎么收科呢 最后呢 其实就是当时的大高乐 去逃走去了德国 找他的将军 肯定那个将军是支持他的 因为那时候已经太夸张了 全国瘫痪了 基本上是极多数 有可能是一场革命来的 就是推翻当时的大高乐政府的 很多人会觉得 但是大高乐呢 就先找了 肯定了他得到军方的支持 哇有车 得到军方的支持 之后呢 他就回到法国 那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解散国会 重新大选 那 那那些学生为什么听呢 就因为第一 已经消耗战了 佔了这么久 大家又是了 如果有这些经验就知道 政府是跟你好 他又不理你 那你可以怎样呢 那一直佔下去 好像不知道怎么好 那一直拖拖拖拖 那之后他 再加上呢 当时的法国共产党 因为 记得啦 这场学运和左翼思潮 共产主义是很有关系的 那当时的共产党呢 是答应了 戴高乐所提出的一个建议 就是重新大选 那所以共产党呢 都叫那些学生回去投票 叫那些工人回去做事 那于是乎都拖了整个月 那于是乎 最后呢就变成一个 用民主程序 所谓合乎法治的 一个程序去改变这个世界 改变法国 那那些学生就乖乖回去 但很可惜呢 最后呢 戴高乐 因为种种政治 你知道会分裂啊 知而处理的原因呢 戴高乐竟然是取得历史上的 超级大胜的 就是由四百多五百席 拿了三百多席 是法国 民主 議会史上面呢 是最大的一场成像 那样 那这里就讲得久了 我们就不要讲历史了 就是待会再讲 这里共产党的角色呢 是非常重要的 待会再和大家慢慢介绍 那我们首先来到这个 下一个景点 这个景点呢 大家可以来到 帮忙办一办看一下 这个大家 看到呢 其实这个就是 索邦大学 是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建筑 那这个建筑呢 在里面呢 是会有这个 很多人民学科呢 就是在这里上堂的 在这里教书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女神 是吧 你现在看看上面 看到最高那一层 就有很多女神的 那些女神呢 就全部是 每一个女神 就是一个学科 那现在你看到呢 在这个呢 其中一个指着呢 好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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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就是哲学 是一条philosophy的法文 philosophy 那旁边这个 就是这个 考古学 archology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是放在很中间的 所以哲学呢 在这个 人民学科教育里面呢 它是看成为 非常之重要的 其中一环来的 那还有其他 譬如文学 等等 很放得开的文学 那都会在这里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那甚至有些人 应该没有理解错 就是最高这个呢 这一个呢 就是 可以指一下先 对对对 麻烦你少认识 这个就是文学的 女神 比哲学更高 那 没办法 因为文学 就是基础来的嘛 所有的基础 不可以提供foundation 所以我们在下面的 那 所以有些人就说 调转了 文学人就会觉得 因为他们是hack了我们 这个building呢 这个特点就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在600年学运的时候呢 这里就是所有巴黎市中心整个学运的起点 在这个building呢 是他们第一 因为初时呢 他们在初时集会 支援呢 另外一个校园的学生 最终呢 有很多警察来围捕他们啦 他们呢 就终于成功佔领了整个大学 这个整个building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点 他们甚至就将它宣布为呢 人民自主大学 是的 人民自主 那这一道呢 这一片土地呢 我们这些路呢 最终呢 就是学生全部block了 封锁了 那呢 于是整个占领区 就成为了 而第一个 所谓 当时是有和警察对抗 甚至是丟了 丟石的 丟砖的 那就是 就是我们刚才听了 语音去参加过 就是说 他们会进入这个公园 里面有些铁脂 我们就不肯定是不是这些 他说这些铁脂呢 是很硬的 那他呢 就拿了出来 挖地 喂 冷静点 拉你了 你拍着他 拍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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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踢到铁多痛啊 哇 真是 你最激 真是 最激进的法国人 都接受不了这行为 就是这些铁脂 拔了出来 这样呢 就在地上挖一些砖子出来 扔那些警察的 那这个是 不是我们吹的 是我们听那位 语音导览 真身参与过这场运动的人说的 最好笑的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他那些石炸 或者那些铁太重 搞到自己拿不起 还是不知道什么 就突然自己 进了医院的 所以都是很暴力的 但是应该 我猜他最后 不知道有没有坐牢呢 他应该没有坐牢吧 但是我想先说一说 现在看着这个雕像呢 虽然和六百学说没关 但是大家看到他的脚 两只脚是不同色的 马肥麻烦 可以摸一下他 那两只脚不同色呢 那是一位呢 法国也有很多脚交的 不是 说真的说错了 这个是一个法国很重要的作家 叫蒙田 虽然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他也是有一个历史地位 而他的雕像放在这里 很多学生相信摸他的右脚的脚尖 你别以为这只左脚 虽然他在左边 但是他是翘了脚的 所以那只其实是右脚来的 摸他右脚的脚尖呢 是可以有这个好的成绩 所以就会摸到 现在摸掉了色的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呢 就可以即管摸一摸 是啦 那 不過 讲了那么久呢 那这里呢 所以大家 这个点呢 重要的地方就是在于 他就是法国学运的starting point 扔他第一球砖 佔令他第一个building 这个十字路口 全部都是blocked 给他们 就是在这里开始整个法国学运 就是这个当时的法国索邦大学 现在叫做索邦第一大学 是啦 那 在这里开始之后呢 就一法不可收拾了 那 而且这个building里面呢 就是那时定期呢 举行不同的研讨会 每一天呢 他们其实虽然没有上堂 但是他每一天都有很多讨论 有继续他们的学习活动的 譬如就很多女性主义啊 共产主义啊 或者不同的左翼的思潮的研讨会 和讨论会呢 有发生 那呢 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youtube或者去其他 找一些片出来看 就是我不懂法文的 但是我都有 找那些历史记录片看一下的 那是很有型的 就是整班那些 就是法国很激情 很有热情的学生 大家有担住口烟啊 煙霧离漫 在那里 他很凶狠地辩论 究竟这个国家应该怎么走啊 辩论不同的思想的 那就算不懂听法文呢 你都可以从他的神情啊 或者愚气 感受到当时的那种 五月风暴的那种激情 和气氛 就好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那样 总之就是一个很浪漫 很充满激情的一个国家 那我就回到另一个地方 那我们就讲一下刚才呢 开始讲了这么久之后 那关哲学什么事呢 因为我们这个再是哲学频道 就好像变了 以为讲历史故事那样 那其实呢 和哲学的关键是非常之大的 因为呢 哲学是 因为呢 这个六百年的学运之后呢 刚才已经听诸文讲过历史了 就是呢 其实六百年学运之前呢 在法国的整个政坛 左翼思潮呢 主要就是由共产主义当道的 那所以呢 在政坛里面呢 共产党呢 是左翼的第一大党派 那但是呢 而且一般呢 只要是稍微相信 我们应该要帮助贫富大众啊 相信平等 相信公义 即公义比较看得重的人呢 或者觉得人类受到压力 是的 应该要比较进步 我们有个解放的活动呢 都会支持共产党 那当时就不是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那些共产党的作风 那但是呢 起码是得到 那时候的左翼人民的支持的 或者是年轻学生啊 或者是年轻学生啊 学者等等 那但是呢 刚才 专闻就说完了 就是呢 在六百学运结束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共产党呢 就和这个 那时候的大高乐右翼政府呢 就有一个协议 就是呢 重新大选 而且呢 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协议完之后 就是容许呢 这个选举之后呢 共产党呢 是可以呢 进入这个新组成的政府 那呢 于是呢 这个共产党呢 也都呼吁 佔领的学生 和那时候的工运啦 就是稍微停止 是退场 那呢 就希望可以大家回去投票 支持他们 后来 这个大高乐的右翼政党呢 就彻底大胜的 为什么这场选举会是这样呢 就是因为很多 比较左傾 或者比较支持进步 激进价值观的 的人民 的市民 就最后呢 就觉得共产党呢 法国共产党呢 是出卖了他们 因为呢 是为了可以 获得进入政府的权利 这个权力 这个权力欲呢 就太高涨了 就放弃了运动 于是呢 就在投票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个分裂 于是就不是那么多 譬如投票给法国共产党呢 使得他最后呢 就是很少议席的 加多一句呢 就是 整场合运的另一个面向 都很有趣 就是他很多很有趣的 口号 其中一个口号呢 就是说 选举就是为了 是为了 是给我的白痴而已 所以呢 那个口号是 那个人的运动 已经不相信投票 或者选举这件事 但是竟然你就和我说 不要再占领 回去乖乖去投票 争取关键一直什么什么什么 对当时的学生来说呢 是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那时候 已经不可能会投法国共产党的 所以输都很正常 那法国共产党输了之后呢 于是就普遍来慢住一种 普遍来慢住一种 对共产党不再信任的思想 而这个问题就在于呢 作为哲学家 作为研究哲学的很多思想家 就慢慢就觉得奇怪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在这个共产主义 不再能够相信 共产党都不值得相信的时候 我们但又不会说 走去自己的右翼的嘛 那我们作为思想家 我们想人民 是要自由解放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出路呢 于是呢 发觉在六百年之后 就形成了一股很重要的 哲学思潮 就是有一大堆 可能有时候叫做后结构主义 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兴起 中间就有很多很出名的大将 包括了譬如 Foucault 包括了Deluxe 包括了譬如Derrida 包括了巴尼伯 包括了很多很多不同的 重要的思想家 就正正是因为1968年 学运呢 对于这个共产党的不满呢 而于是要想到新的 左翼的这个思想 于是呢 才会 是开始问了 那我们先看看 现在我们来到呢 刚才这个索邦大学 第四大学 这个叫索邦广场这个位 那就可以见到呢 是有点蒙的 不好意思 因为呢中间是有玻璃的 那大家可以见到呢 有很多不同的自学书 譬如看到这个是沙特 是的 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过 沙特 那还有很多个 譬如上面还有阿里士多德 是不是呢 萊布尼茨 是的 这个 斯品诺沙 斯品诺沙 等等 这些是比较古典的哲学家 那刚才你们也有些 就是 赫格尔 譬如 可以见到 赫格尔的这个 这个 这个是大逻辑 应该是 还有很多不同的哲学家的书 那你可以见到 在一个大学的正门的书店 是有一个主要卖 人民学科 而又主要是卖哲学 学科的 这些书店 是的 可以见到这个法国的 人文气息 还有为什么在这个社会运动里面 我们会觉得 不仅是运动 是很多思潮 起伏 就是思想的带领 是很重要的 不过程度上 都是因为这间 因为巴黎就分很多大学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这间大学就主要是 人民学科 比较重一点的 所以也有相关的影响 是的 那又见到 这些就是另外一些 都是哲学书来的 是的 就很多不同的 譬如这个 譬如一个哲学家 我们叫做 看书 看书 就是另外一个 那时候 六百年之后 对于共产政权的不满之后 放弃共产主义 而重新出发 去想想什么 左翼出路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智学家 是的 那他就另外一套 都是左翼的思想 就是不同于共产党的 是的 那上面还有 就是刚才说过的 卢梭 是的 刚才曼神殿说过 是的 说这个契约论的 是的 这个重要的法国思想 那我就简单说一说 其实呢 这个思想史的发展 就正如严肃所说的 就是基本上 就是六百学运呢 就令到那时候的年轻学生 由这个共产主义呢 转移向到一个 所谓后结构主义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 六十年代的法国呢 基本上是一个 很重要的知识分子 或者一个哲学家 一个思想家的天下来的 他的名字叫阿弗瑟 如果大家有看我们去 马克思世世二百周年的 那个 生日二百周年的 那个节目呢 我都有提过的 阿弗瑟基本上是 当时所有左翼 所有共产主义者 所谓最推崇的一位知识分子 基本上他对马克思的诠释 是大家都趋之若慕的 是很红很红的 当时在六十年代 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呢 阿弗瑟呢 基本上都是政治一些 很核心的人物 他是共产党的一些常委 但是当然 就好像严肃所说 共产党做了很多 令到当时学生不满的事情 例如刚才他叫人回去选 不要再占领了 又例如六百年 其实同时是布拉格之春 共产党竟然好像是支持 投票支持 苏联的出兵 所以 对很多年轻学生来说 越来越对共产党失望 但是阿弗瑟呢 因为他个人也很传奇 他有精神病 最后他杀了自己老婆 他就说 他每次这些共产党投票的时候 他都是精神病院 熟真熟假我就不知道 但是总之就是一个这么红的人物 但是充满真意性 但是六百学运之后 基本上当时法国的思想界 或者年轻学生 对共产主义 好像基本上是彻底的失望 那就变了七十年代的时候 是哪个的天下 或者是哪个人的时代 大家都很听过的 就是复构 是的 其实呢 复构 就是有很多人会觉得 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 基本上他就是 好像严叔所说 就是 为左翼寻求一种另外的出路 有什么是 究竟解放是什么呢 压迫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如果共产党是令人那么失望 共产主义好像有些问题 我们可以找些什么的新出路呢 最主要其实是可以分两面说的 第一面就是什么是压迫 因为你思考政治 思考革命 或者思考寻求一些抗议的时候 你总是觉得 因为我们受到压迫 所有人做些事情 但是什么是压迫呢 对于不同思想家 或者政治作家 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对马克思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 这个解释是 基本上只有一个 就是正经结构 就是经济 经济是什么呢 又要回到上一集 他马克思 如果大家想听多些 就可以回到那集听 就是觉得 压迫的最终 最终的源头 只有一个 就是经济生活 就是经济生产的 活动的形式是怎么样 他就觉得是资本主义 就是这个生产模式 是必然造成压迫的 那为什么呢 就大家看回上一集 或者找回我们的文章来看 但是基本上他会觉得 无论你做什么 如果你不改变 那个经济生产活动的结构的话 他也是有问题的 都仍然有压迫的 这个是第一个 但是对比如 另一些阻液 例如巴古灵 是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者 他用压迫在哪里 就是因为政府 有所谓的政治权威 有政治权力的不平等 造成压迫 所以对不同阻液来说 对压迫有不同的理解 那么Foucault呢 有什么理解呢 他就发现 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终极的大佬 你要打低他 对马克思来说 一个终极的大佬 可能是资本主义 对巴古灵这些 无政府主义者来说 终极的源头 就是只有一个 就是政府 但是对Foucault来说 这些后结构主义者 他认为 权力和压迫 是无处不在的 他无处不在 不是因为资本主义 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是 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身 就会出现压迫 出现我们不自由的情况 这个就是第一方面 不过现在讲到中间 大家休息一下 我们看看我们又来到新的景点 就是 这个对面 我们见到 马皮方手指一指 这个 三支旗 有三支旗 就是 大家在巴黎经过 索邦大学对面 其实是一间高中 这间高中的其中一间 那时是有份参与佔领运动的高中 那特点就是在于 刚才我们呢 有个听过道相 那个道相 就是在这间高中毕业 那他就说 其实原来法国 你别以为很浪漫 很随意 他说那时是男校来的 那他一同女生 那去就会被好施罚的了 所以就是 比香港的男校 比香港的和尚子 就是马皮特和尚子毕业 是啊 更惨 然后跟着他那个道相员 是留过长头发 就像达哥那样的头发 那样 然后就会被他学校的老师骂的 所以其实 大家可以看到 Tension其实是有的 在那个年代 但是他就说呢 那时在高中呢 因为 见到这个 支持这个索邦大学的这个学运 所以呢 甚至有些高年级的徒学 就会自己自发 去做一些 叫General Assembly 那这个General Assembly呢 那这个General Assembly呢 就会讨论 首先就是要佔领中学校 那还真的佔领在高中已经 那而且呢 是每几日呢 就已经有 每日都有几间新的中学呢 是有这个佔领 那于是呢 甚至是警察呢 都不能够呢 好好地呢 是清了场 那于是呢 基本上呢 是除了有大学和工人之后呢 中学呢 都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机构 就有份去支持 和参与这场学运的 那也都会是定期的 所以呢 举行一些General Assembly呢 是讨论一下一些 一些关于社会啊 甚至思想啊 的一些讨论 是的 那那 回回去 刚才我说了一半 就是其实 Foucault对于 马克思主义的 对于压迫的理解 会有些不同 那其实也都可以扣回 学运说的 就是Foucault 和我们昨天说过的沙特呢 都是对这场学运呢 都是很同情的 大家去上网找些照片呢 其实都会见到 沙特和Foucault 拿着个大声工 去声援那些学生的 那其实很有趣的就是 这场学运是影响了哲学界的 就是因为你不同的是哲学 哲学家 究竟在这场 学运里有什么定位呢 他就会影响到他的影响力的 后面或者世人对他的评价 其中有趣就是Foucault 当然因为支持这场学运 就得到学生的爱戴 后面 但有些思想家或者哲学家 其实不是很支持这场学运的 最有名就是阿当劳 阿当劳就是这个 这个critical school 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其实他也是左翼 但都比较传统 是马克思主义式的那种左翼 但因为呢 他竟然觉得 就是自由公论 我都不熟悉当时的环境 但阿当劳是不支持这场学运的 觉得当时的学生只是一股盲动 没想清楚他想要什么 他不理解那种政治环境 或者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追求 如何解放 他们觉得他们是不懂的 就是阿当劳觉得他们不懂 所以就不支持这场学运 令到阿当劳在这场学运的评价 是极度低的 那最后有什么新出路呢 刚才朱文就说过 Foucault主要是反对以前一些 旧友的左翼的分析 譬如以前马克思主义就是 经济 有一些无性地坞主义者 阿古宁就说是国家才是那个问题 那Foucault就说不是 是所有东西 你每一个关系里面 都是有这个压迫存在 那要做些什么呢 那其实呢 放一个更加大的 context 进去看呢 其实呢 这个后结构主义呢 可以说是有一个更大的哲学 project 可以说是 就是传统的哲学呢 除了一方面是会获得知识 knowledge之外呢 还同一时间呢 希望可以画一个更加好的生命 给我们 good life 那而对他们来说呢 要获得good life 一个好的生活呢 就不得不得要想一件事就是 要有解放 就是因为有很多 时候如果一个社会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关系啦 那不只是整个社会 是包括很多人制关系等等呢 是对你 做成一些压迫 令到你不能够 真是自己为自己作主 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的话呢 那你其实是不可能有一个good life的 那 所以如果用传统的说法就是 你不仅是追寻knowledge 同时是追寻某些wisdom 就是要获得一个好一点的生活 happiness 幸福 那这些 扣回这个大的哲学project来说呢 那Foucault呢 就会是很重要的 他有一个很出名的哲学理论啦 就是他做一个叫做 系普学的这个哲学研究 那以前呢 做哲学的时候就很简单 那就是去讨论的问题啦 跟着最多去做哲学史 那但是Foucault呢 很有趣的 Foucault呢 做哲学的时候呢 他就会去研究很多历史 是真的历史的 譬如呢 他很出名的其中一本书 叫做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性史 性的历史 他呢 是真的呢 走去呢 研究这个 古希腊时代 羅馬时代 中世紀时候 怎样理解性 那些人呢 是怎样 从事与性相关的活动 就是他就探讨回 以前的人 是怎样生活 他想做一件事是这样的 就是呢 当他 当我们有很多思想 很多想法呢 是根深剃固的 而那些 譬如我们觉得 某些是必然如此 而这些很紧固的思想 往往是在一些 我们日常生活中 譬如在 爸爸妈妈和我们说 或者我们拍拖啊 老师啊 学生啊 等等很多不同的 小的东西呢 等等 那就会慢慢 我们在这个生活中 学习了这些东西 所以他会说 厄逼不是由政府 或者经济来 那些都有啦 而是到处 任何一个 人制关系呢 都会有一些厄逼 就是因为他会告诉你 你要怎样 不要怎样 这些呢 令到你有一个 觉得不能不如此的想法 你的世界是很顽固的 而要避免这个厄逼呢 就一定要 首先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不更加是问 How should I live 我应该怎样活 同一时间呢 是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How might I live 就是不更加是问 我应该要怎样过活 更加重要的是问 或者同样重要的是 问 我们可以怎样活 而怎样打开些可能呢 我们不是更加在概念上 就行了 他于是做很多 历史上的考察 就告诉你 其实我们现在 习以为 某一些性的概念 某一些 某一些 不同的概念 或者对知识的看法 一定是这样的 以为遵守规矩 是很重要的 遵守规矩 是没有办法 而是 absolutely 绝对的好的 但是他还要看回 历史上 其实有很多 第一就是 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年代 其实人们根本就不是这样 去理解世界的 对于性 对于不同的东西 都有不同的看法 都活得很好的 另外呢 又会做另一个做法 就是考察一下 现在我们现行的 很多思想 譬如我们对于 对于性的看法 我们觉得 某一些做法 是不OK的 譬如 例如我们觉得 一定要是 很richard的一对一 又或者 我们一定要觉得 某一些 学生宿舍 不可以发生 任何关于性的行为 那我们不是说 鼓吹任何 大家都可以讨论 这些问题 不是说一定是对的 所以我们在附近 尝试去找回 究竟这些想法的源头 是哪里 他就告诉我们 其实是一些 历史上很偶然的因素 使得我们有某一个想法 不是自由永有 他一向理所当然就是这样 Universal 一下子就摆在那里 他其实有个历史发展 令到他出现 那如果那些 这样的思想 其实是很多历史上 偶然的原因 而出现的话 那就可以 他想做的事情 就是令我们发现到 我们不一定要这样想 就是我们现在 有某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 可以不必然如此 我们其实可以有 其他的想法 有其他看世界的方法 那 我刚才说性 虽然他还有很多 包括了 知识 不如指什么为止 精神病 那为什么某些 叫做精神病 某些不叫 怎么为止疯狂 为什么对理性 有一种追从 为什么理性 是必然的好呢 理性的好处在哪里 其实很多时候 都可以追本索源 在这个史上找到 它的源头 而显示了 其实我们不是必然如此 所以呢 而这句 是很呼应 那时候六百学院 有一些口号 比如呢 有一句叫做 在这个 铺了石头的路下面 其实是沙 来的 就是呢 很多我们现有的建筑 都是由权力 由政府铺设的 这些石头 就是现在来的 这些石头 那块地 那个土地 是用来做什么的 用来走 用来睡 用来背 是整个政府机关 或者一些权威 去决定的空间 但是原来 这些石头下面 是一些沙 而沙有什么特别 为什么沙那么重要 就是可以背 都可以拿来做 就是好像傅哥那样说 有很多我们以为 我们在沙上面铺了很多石头 只要我们看世界的时候 很紧的 以为一定是梗局 一定是这样 但其实它下面是沙 它有不同的 可能可以看一个城堡 可以刷一个美女 又或者刷一个大的小鸟 是的 但是很难砍 所以就要拆了面子的那些石头 我们可以发现到 其实它们的基础是沙 可以不一定要铺这些石头 可以铺这些石头 有其他的形态 是的 而另一个很出名的口号 而且我也很喜欢 就是解放你的想象力 free your Liberate your imagination 解放你的想象力 我们人对于自己 对于社会 有很多不同的可能 我们不是必然如此的 而真正可以做好解放 不是要打破任何政经结构 任何经济结构 这个都可能是其中很重要的 其中一个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不要忘记 其实每一个关系 每一个生活的细节 都有一些 令到我们以为 一定要这样过活 的压迫在 我们慢慢 不单单是自己 就好像用佛家的说法 我们应该导他人 就是这个大乘佛教所说 不是自私自利 只是解放自己 同一时间你要帮其他人 是的 因为你和其他人 就是同一样东西 其实某个意义 是同一个世界 分不开的 这样才可以成为罗汉 所以 所以我最后想补充 就是 一开始我说 Foucault对于压迫的理解 好像很悲观 因为以前马克思就是说经济 巴古灵就是说国家 那他就说 随处都是的 权力和压迫 但其实他导向一个 结论就是 解放就是随处都是的 你要反抗这些压迫 就是随处都是的 你不一定就是解放经济结构 改变生产的模式 才是解放来的 可能你做哲学聪明的 那你就去做哲学 你画画聪明的 就去画画 你唱歌聪明的 就去唱歌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压迫 但是也都是因为这样 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有解放的可能 你不一定是去参政 才能够解放人民 你在生活的不同方面去解放 都是其实在参与 一个解放的活动 一个进行革命 所以他的出发点 好像很悲观 但后来他会告诉你 革命也是随处不在 因为压迫也是随处不在 所以香港地 人家说遍地黄金 以前有第一种黄金 现在有第二种黄金 香港遍地也是 其实还有一个遍地 也是解放的机会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 作为香港人 把握我们自己 不要放过任何的想象力 去想想我们生活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好了 1968年开始的法国学运 我们希望 我们今天 2018年 几个 好青年陶陆生的直播 可以令大家 大发五十年前 有些啟发 想想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巴黎 披头四 不是巴黎 好青年陶陆生 四子 F4 F4 四大Dreamer 今天和大家说一声 后会有期 下一次直播 跟着四哥去旅行 再见 拜拜 拜拜